美国F22战机 这回却成了这副模样 向来威蒙亮相的战机 竟然翻度躺低 佛舟停德尔空军基地 日前遭到号车史上最强的 迈克飓风横扫 一共22架F22因此受损 这是根据外媒指出 飓风来袭之前 早就有33架F22 已经转移到二亥二州 流下来的飞机 到底是后来遭到飓风损毁 还是本来就有损坏 不只外界物理看花 军方也是一头雾水 我们有感觉 他们的身体 但我们不知 直到他们 真的能力量 我们有感觉 实际一架F22 一旦深入维修 短则好几天 久的话就要花上好几个星期 而且22架战机 一共可能要撒下20亿美元 好在美国预算 明年多了不少钞票 美国2019年国防预算 达到7160亿美元 比今年增加了200亿美金 其中空军运算 大约是美金499亿 其中两大主力战机 一架F22 造价大约1.5亿 F35则是1.2亿美元 虽然占比不多 但美国军机却经常出包 美军引以为傲的F35隐形战机 9月发生坠毁意外 初步调查 隐私是油管问题 因此一共156架F35全部停飞 除了得支出庞大维修费用 各国战机订单又被耽搁 对美国而言恐怕是入不敷出 三地新闻 陈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